大家好 今天刚好是2022年的 劳动节 5月1号 所以我在这里 祝我们全体的劳动者 节日快乐 因为每一位矿工 都是辛勤的劳动者 那么我想我不知不觉 也是在不到已经 一年多的时间了 时间过得非常的快 Pine Network的项目 我们也看到已经是 走到了一个三脚下 已经是一个重要的 一个冲顶的时刻了 所以呢 时间为大家换来了机会 那么今天我想和大家 说的是 我现在看到了 整个中国区的Pine的矿工们 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 非常可观的一个规模 而且大家的学习的镜头 大家能够掌握的 这个程度 对派的认知 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 我觉得呢 这也是我们希望 我们看到的 因为Pine Network 它是一个需要公众来参与的 人人共建 人人共享的 去中心化的 一个伟大的科技项目 它的包容性 就是今天的整个大自然 对一切生命的包容一样 当然每一个生命 在这个大自然里面 也是有生有死 这个需要 每一个人 在这个生态里面 来把握他的规律 把握他的方向 自我提高 那么做出一个 更深入的认识 这样的才会 生活得更好 这样才会抓住这个机遇 那么我呢 也是一个 知识比较频繁的人 只是我觉得说 能够尽一点微薄之力 和大家所有的派友 能够一起往前走 一起前进 这是我最大的一个心愿 那么到了今天 我看到 整个矿工团队的 成熟与觉醒 很多的老师 也在参与步道 给大家提供了丰富的知识 提供了很多学习的机会 所以呢 我想 自己呢 从现在开始 从今天开始呢 我也就将停止 自己的步道 因为我自己呢 认知有限 我也需要去进行 更多的学习和整理 所有的派友呢 也需要更多的 新鲜的知识 跟更多的老师来学习 所以呢 从今天开始呢 我就不再 录视频 也不再发表 各种各样的那个语音 在微信群里面 那么就 我去自己做一个 时间的一个修养 我永远和所有的派友在一起 和大家一样 祈祷整个项目 尽早的成功 祝愿所有的派友 尽早 能够拿到自己 努力的结果 整个派的这个发展 离不开每一位派友的参与 每一步 都需要我们大家 去提高认知 今天派的一切 都是我们 共同觉醒的一个结果 我一路上呢 我非常有感 感受 所有的派友里面 有很多 派友呢 成了我的好朋友 成了我们的相知 我觉得这是我 最大的一个收获 我也非常感恩 这个Panelwork 带来给我的 不但是 这个派的收获 还有各种各样的友情 友谊和关爱 我想我得到了 真正的爱 而不是那种 大家嘴上随便说说的爱 有很多人 在支持和关心我呢 我一路上都是感觉到 非常欣慰 充满力量 但是呢 每个人的认知是有限的 我自己的认知 也是非常的 处在偏低 还需要更多的去学习 像其他的老师学习 我想我一路上说的话 可能也会 让有些比较高端的朋友 高认知的朋友 可能觉得说是 非常的不到位 我也非常感到抱歉 对那些说 能够从我的步道里面 能够吸收到一点东西的派友 我也是非常的欣慰 所以今天起来 我就以后就不再 发表视频 发表语音了 和大家呢 做一个说明 我非常感谢大家 一路上的支持 我相信 我们会相遇在 派成功的那一天 我相信那一天呢 我们大家都会 留下自己幸福的 收获的泪水 最后呢 我想提醒 所有的派友 不要轻易的放弃自己的筹码 保管好自己的筑记池 跟着项目 一步一步的前进 我相信大家会得到 你想象不到的收获 谢谢大家